确实这么说 我会马上盘点 目前的供电跟需求的状况 那你盘点的结果如何呢 我盘点的结果呢 一直到上个礼拜 我们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就完全可以满足 那换句话说 我可以给你定调在 2030年前不缺电吗 但是因为昨天前天的 这个AI的这个 这个需求出来以后 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估计 如果说这个AI的 这个数据中心投资 我想如您所说的 它可能一次就好几家出来了 那以我们目前的估计 如果在今年 它就是明年要设置完 因为它不会是 一开始就要这个电 但是明年底之前要设电 我大概支持五家到六家的 数据中心 但是如果超过 譬如说一次来十家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 再考虑 我用什么最快的方法 可以增加他们需要的电 来支应他们需要的电 所以换句话说 政府是全力协助 对 那全力协助之于 我们的来源怎么来 请做说明 我们的来源现在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 可以的就是 我所了解的 盖一座电厂 大概要六年 你要盖什么样的电厂 不管是火力水力 什么都要六年 包括这个所有 这个是一个新的论点 再盖一座电厂 要六年 请问那个电厂 是什么样的电厂 你所谓的六年 是什么样的电厂 基本上火力 火力的电厂 大概要六年 天然气的电厂要六年 台中火力发电厂 已经贡献很多 我们不可能再用肺发电 报告委员 我们不会再增加燃煤的电厂 好 你用什么电 天然气 天然气的电 你要增加天然气的电厂 王总经理平民点头 是不是如此 我们要增加的是绿电 我们现在要增加 大量增加的绿电厂 您说的绿电 您之前也说 核电是一个干净的能源 这句话还存在吗 存在 我们现在要补这个AI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 是 我会先从光开始做 从太阳轮 先从光开始做 对 这个还没有发布 但是我们 我优先考虑的 回答委员您的这个问题 是 我优先考虑的先从光 因为太阳光 发电是最快的方式 那不足刚刚部长你也提出 第一个你希望要盖个电厂 来充足 六年后 那会不会缓不继继 当然缓不继继 所以你提出来的 是救不了你目前的缺电 不是 我刚才是跟有言报告说 如果再盖新的电厂 要六年一定来不及 一定来不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做太阳能发电 比较快 能够补这个可能不足的部分 你用太阳能 要来补AI不足 这个会足吗 不 会足吗 部长 可以啦 可以 我们有长期规划 有其他的电厂会在 会在这个 2027年 2028年来接 如果他继续的亏损 你还是会继续的 用公共预算来 拨补支吗 向行政院 来求支援吗 我个人是不支持 这样的这个 这个补助方式 不支持补助方式 但是 旧政府告诉我们 有政府台电不会倒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对我来讲 经营一个企业 就是要能够 就推翻旧政府的 这个论调 那但是 我们还是会晤 讨论议题 台电财务怎么办 台电的财务 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让他赚钱 那目前怎么努力 一样 我们就是 富贵怎么努力 请部长告诉我们 国家要补助给这个弱势的 这个团体 或者居民的话 那个是国家补助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 社会福利一部分 不属于我台电的这个 电费来降 部长您这样子 部长您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 又不能涨价 然后又不能播补 然后又不能倒闭 这个考量 考验您的经营 企业经营的能力 这个 我也想不到 这要怎么经营下去 还不能播放 还不能起床 还不能倒闭 这也是 厉害 好来 接下来请 曾天才委员发言 没有没有 我们执政长没有这样讲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乱讲 不要乱塞 不能倒闭的话 你还是要让他 适度调涨电费 不然你是劫富济贫 主席 各位委员 部长 2030年前不缺电吗 本期记得您来拜访的时候 您告诉我一句话 我满心的期待 您说你上任之后 要盘点台湾所需的电力 所以目前情况究竟是如何 请做说明 跟委员报告 我去办访您的时候 我曾经确实这么说 我会马上盘点 我们目前的供电 跟需求的状况 那你盘点的结果如何呢 我盘点的结果 一直到上个礼拜 我们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就完全可以满足 那换句话说 我可以给你定调在 2030年前不缺电吗 但是因为昨天前天的 这个AI的这个 这个需求出来以后 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估计 好 你预计什么时候 重新再估计 因为AI的速度 并不是1加1加1 这个速度很快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您预估 你重新盘点台湾的电 你什么时候 可以给社会大众 来说明清楚 我跟这个委员报告 如果说这个AI的 这个数据中心投资 我想如您所说的 它可能一次就好几家出来了 那以往 我们目前的估计 如果在今年 它就是明年要设置完 因为它不会是一开始就要这个电 但是明年底之前要设电 我大概支持5加到6加的数据中心 但是如果超过 譬如说一次来10加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 再考虑 我用什么最快的方法 可以增加他们需要的电 来支应他们需要的电 所以换句话说 政府是全力协助 对 那全力协助之于 我们的来源怎么来 请做说明 我们的来源现在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 可以的就是 我所了解的 盖一座电厂 大概要6年 你要盖什么样的电厂 就不管是火力水力啊 什么都要6年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所有 这个是一个新的论点哦 在盖一座电厂 要6年 请问那个电厂是什么样的电厂 你所谓的6年 是什么样的电厂 基本上火力 火力的电厂大概要6年 天然气的电厂要6年 台中火力发电厂已经贡献很多 我们不可能再用肺发电 报告委员 我们不会再增加燃煤的这个电厂 好 你用什么电 天然气 天然气的电 对 你要增加天然气的电厂 王总经理平平点头 是不是如此 我们要增加的是绿电 我们现在要增加大量增加的绿电 您之前也说核电是一个干净的能源 这句话还存在吗 存在 存在 那会原溢吗 他现在 核电会不会原溢 RE100是不承认核电是绿电的 它只是一个干净的能源 干净的电 就是没有 对 我们还恢复原来的讨论 就是说 那你会针对于所需要的电 如果AI加进来 它确定是我们会有所挑战 那再挑战至于您的这个方式 除了您刚才说的 增加一座电厂 这是您最新的说法 第二个 也就是本习要请教 来源从哪里来 会不会将核电重新讨论 会不会 我现在 现在优先考虑的 优先考虑 我得到我这个的支持 我们是台中是更新吧 没有 台中的不管 台中是 它本来就要更新的 我们现在要补这个AI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 是 我会先从光开始做 从太阳能 先从光开始做 对 这个还没有发布 但是我们 我优先考虑的 回答委员您的这个问题 我优先考虑的先从光 因为太阳光发电是最快的方式 太阳光 发电是最快 但是有人说如果没阳光就没电 那怎么办 那会稳定供电吗 我们还有除电 我们还有除电 还有其他水力抽续的来辅助他 你的好朋友 他说了 同志权先生说 电力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有说了 电力及国力 你赞不赞成 赞成 还有彭松浪理事长也说了 算力的领域在台湾是 我们是能力很强 所以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 要确保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跟它的充裕力 对不对 对 因为你来自产业 所以你更能够感同身受 他们两位的说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本席再一次请教 我们到目前为止 也碰到 我们非常的全力推动的AI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跟你原先所规划 我们不缺电 是有所不足的 那不足 刚刚部长你也提出 第一个 你希望要盖一个电厂 来充足 六年后 那会不会缓不继继 当然缓不继继 所以你提出来的 是救不了你目前的缺电 不是 我刚才是跟有言报告说 如果再盖新的电厂 要六年一定来不及 一定来不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做太阳能发电 比较快 能够补这个可能不足的部分 你用太阳能要来补AI不足 这个会足吗 不 会足吗 不差 可以啦 可以 我们有长期规划 有其他的电厂会在 会在这个2027年 2028年来接啦 因为AI的成长速度 目前 是不是可以准确的来预估 似乎我们没有办法去定案 因为AI是以爆炸式的方式在跳升 认同这个观念吗 认同 认同 所以那我们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本期再一次请调 要稳定供电 原先我们所规划的 我们所规划的 2025年是已经跳票 那我们的环境部的彭部长 也说了 2050年净零目标 也没有办法达成 今天媒体很大便 没有办法达成 那你要怎么样去解决部长 我们的问题 第一个请问 请问 2025年再生能源配比的目标 你的蓝气50% 蓝煤27% 绿能20% 其他2% 核能1% 你现在政府已经告诉我的 你的能源配比 是如此 但是告诉我答案是跳票的 那请教部长 你的能源配比 你要怎么样再去讨论 重新的能源配比 请教部长 我目前会根据新的需求 重新再来调整 你大概多久时间 会告诉社会大众 因为业者也很紧张 是是是 你给我们的 目前旧政府 给我们的答案是跳票的 是 那你新任的部长 你的能源配比 多久时间可以告诉社会大众 你怎么去分配 我们因为有这个 过去呢 在没有这个AI的 是 你告诉我时间好吗 你们去盘点 大概多久时间 可以告诉 我们也请你讲 王总 部长 因为这个是重大的政策 请教部长 你们大概盘点多久的时间 可以告诉社会大众 第一个 你到底能不能应对这个AI 因为电力及国力 那第二个 你的能源配比 什么时候可以告诉社会大众 是 我要 你告诉我时间就好 准确的跟这个委员报告 是是 我想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 我一定会想办法跟你报告具体的 好 这个会期结束是 我们现在预估是在7月15号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下个月中 经济部长 您可以告诉我们 国内的电力到底够不够 那不够的时候 你们的能源配比 要怎么样去做分配 在7月中旬的时候 告诉社会大众 是 我本期非常的感谢 我们可以听到政策性的时间点 也希望能够得到答案 因为不管谁都很紧张 很紧张 接下来最后一个议题 也就是台电站在你身边 亏损怎么办 你会继续播谱吗 台电价亏损3800亿 除了政府 我们今年拍板定案 再补公预算的1000亿 去年的1500亿 前年的500亿 现在是增值3000亿 那未来部长 下次本席也跟你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办 尤其立法院已经通过 在院会通过 9月的电价 是还涨的 是动涨的 你支持吧 请教部长 你支持吧 9月电价 因为4月1号已经涨了 9月不能再涨了 再涨了 人民很痛苦啊 我想这个电价的部分 这个建价工会 他会来做决定 电价委员会 立法院已经做出决议 我请你来 看到这个问题 好吧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因此本席要请教 未来 台电如果你不改变它 台电的员工太辛苦了 本席也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将台电 要怎么样处理 请你专案来处理 你也答应本席 所以如果他继续的亏损 你还是会继续的用公共预算来 拨补支吗 向行政院 来求支援吗 我个人是不支持这样的 这个补助方式 不支持补助方式 但是 旧政府告诉我们 有政府台电不会倒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对我来讲 经营一个企业就是要能够 就推翻旧政府的论调 那但是 我们还是会晤 讨论议题 台电财务怎么办 台电的财务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让它赚钱 那目前怎么努力 一样 我们就是 护协怎么努力 请部长告诉我们 国家要补助给这个弱势的团体 或者居民的话 那个是国家补助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社会福利一部分 不属于我台电的这个电费来降 部长 你这样子的说法 让我们是很赞佩又很惊讶 很赞佩又很惊讶 那就怎么办呢 所以我还是给功课好吗 台电的员工很辛苦 我们台湾不能没有台电 而且你从公司要一分为三 研究了几年又说不分了 还是以台电为基准 市场可以自由竞价 你是以这个论点告诉我们 所以我还是给一个功课 针对台电的财务 请部长解决我们台电的亏损 好的 好吗 可以 可以哦 那你多久时间可以告诉我们方案 我要了解全盘以后才能够跟你报告 所以我尽量在会期结束前 好也是在七月中旬以前告诉我们台电的财务要怎么处理 哦那我要拜托你哦同时跟油一样哦油中油也一样哦中油已经求助于你哦平稳措施哦他甚至要将亚铃最低价要拿掉哦你们行政院经济部拍板的是亚铃最低价这些要拿掉但是你们说要亚铃要怎么样 因为这政府补贴不是军价哦哇那亚铃最低价跟亚铃军价这个有玄机有猫蜜哦 我们因为因为亚铃里面包括到日本日本的现在的因为它的日币啊太弱了所以而且日本的政府也补贴 所以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是要你答应我因为前任的王部长答应我我们的瓦斯一定不能长 所以我拜托你最基层的民生我们的瓦斯不能给他去好不好瓦斯不要长好不好瓦斯不会长哦谢谢你哦我们一起加油7月中旬我们希望得到您的了解后的政策性哦谢谢 是谢谢委员好谢谢这个部长您可能要多花点时间哦又不能涨价然后又不能播补然后又不能倒闭这个考量考验您的经营企业经营的能力哦 这个我也想不到这要怎么经营下去还不能播布还不能起床还不能倒闭这也是厉害好来我接下来请政天才委员发言 没有没有我们执政长没有这样讲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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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讲不要乱不要乱塞 不能倒闭的话你还是要让他适度调涨电费啊不然你是劫富忌贫好主席各位委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